大家好,你大麦哥又来了,今天是2022年9月7日 看看今天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大拉米亮出了嘴鞋的脊肉爪 在上期节目里大怪哥谈到小怪兽的背部相对大拉米有些胆包 在这个之后,米洛斯大教练也说出了同样的结论 再加上澳洲打奖李普雷斯特说大拉米将会第三次夺管 我感觉这个架势,这个整个的氛围对长波小怪兽有点不对头 也就是说,业界人死除了奥塞的老板力挺长波小怪兽之外 再加上你大麦哥一个,其他的那儿 当然这不包括一定驱死的小雷等,卡迪拉克和嚼着三世 但是长波小怪兽今年近前五来说还是相当稳定 不确定的因素还很多,比如运动员能不能按时到场 或者到场之后,有没有做核酸 哦,好像已经开放了,这就不好说了 临近十二月份,一场大战就要来临了 临近十二月份,没有了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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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ither Harp